是丁雪文專欄 今天要為大家解讀的是 經濟學人雜誌 探討有打疫苗跟沒有打疫苗 對國家經濟復甦的影響 特別是一些強國跟弱勢的國家 他們的發展落差 文章裡面也特別提到我們台灣 只是我們受制於疫苗短缺 經濟表現也不盡理想 幫你讀懂全世界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丁雪文 今天我們要分享的是 經濟學人財經板塊第一篇 一篇我個人覺得非常有意思的文章 而且在台灣非常應景 它的標題寫的是 有注射疫苗和沒有注射疫苗的 我想台灣現在討論最多 就是這個議題 那它提醒我們 疫苗接種的不平均 有可能創造一個新的經濟分裂 它提醒我們1970年的時候 全世界也有一個稀缺產品 叫石油 而當時的石油 除了稀缺性之外 它充滿了政治的算計 還有全世界分配的不平均 我們看到中東國家以石油自負 這一次稀缺產品就是疫苗 隨著美國經濟的復甦 我們看到美國的疫苗接種很高 甚至我們看到美國很多人的活動 包括美國的國慶 可能都不用戴口罩了 可是相對來說 在其他疫苗沒有那麼充足的一些國家 它的表現就沒那麼好了 文章裡面特別提到 在富裕國家 今年預測的GDP可能有5.6% 可是疫苗接種沒有那麼平均的國家 它的經濟成長率可能只有2.5% 更不要說非洲沙哈拉沙漠 以南的幾個國家 經濟成長率甚至可能只有0%左右 我們現在面對的確實是一個 非常不平均的疫苗接種的世界 甚至如果疫苗接種的情況 慢慢在富裕國家 它復甦之後 經濟慢慢開始恢復 有可能觸發通貨膨脹 如果通貨膨脹來 有可能讓全世界迎來一個 除了通貨膨脹 還有一個緊縮的一個恐懼 政府要特別注意這件事情 這個文章裡面還特別提到台灣 就是我們不要沾沾自喜 現在看到的表面的經濟數據 如果回到Monthly 月對月的經濟數據 台灣可能表現沒有那麼好 我想這對台灣也是一個警示亮眼 這篇文章大家可以好好的去閱讀 以上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經濟學的內容 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下次見